东野归吴在《白夜行》中写道,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不可以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两者相比,人心会更加深不可测一些,缝隙幽微处生起的恶念,犹如打翻的潘多拉摩河,里面充斥着难以言表的邪性,离真相越近,越会被震惊到冷汗直冒。 美国俄亥俄州曾发生过一件世界瞩目的人命案,当时的血腥程度令资深警员和侦探都发出,声称,现场看上去就像一间屠宰场,而凶手离奇的却是一条狗,这狗并不是恶极眼将人当作猎物。 仅是残忍的撕咬,好似有什么破天大仇在泄愤一般,并且因为凶手是狗,也询问不出作案动机跟经过,无论是罪有应得还是委屈满腹,都只能靠侦探顺藤摸瓜的分析,极大增加了破案难度,那么狗到底为何要活生生将人,还是家里的女主人折磨至死呢? 订阅酒窝谈其文,了解其文一事,案件又是怎样水落石出的呢?可以说每一个关键点的转折都十分离奇,结尾更是任谁看见都无名火直窜,下面就从案发现场来直击这起杀人案的始末,俄亥俄州杀人案。 1998年9月2日的凌晨4点,仍处于深夜万籁俱静之际,美国俄亥俄州负责散投医疗服务的总部,接到一通求救电话,名为杰弗里·曼恩的男子哭到声音颤抖,他跟医生说自己的女友,外出散步时被野狗袭击咬伤,拼着命爬了回家,但此事已经危在旦夕,哆嗦着把家庭地址报完,再三叮嘱赶紧来救人,医生顿觉事大,报警跟警察凯文一起赶到曼恩家, 一进门,就见一个体积壮硕的男人满脸都是泪水,引着医生到卧室,只见一位浑身赤裸的女人只盖着一块满是血迹的白色线毯,躺在破旧的黑沙发上,医生立刻打开急救箱施救,曼恩也跟警察断断续续讲述女子受伤的经过,原来该女子名叫安琪拉·卡普兰,十年二十八岁,在傍晚时分,俩人一起参加完舞会,曼恩跳得很尽兴,背部都好似肌肉拉伤,一般抽痛, 躺下都疼得睡不着,所以吃了止痛片,药片有一定的助眠效果,因此就睡得很沉,安琪拉跳完舞,兴致犹在,看到男友睡熟,就独自出门散步,谁料被野狗袭击,回到家猛地跳到床上,将曼恩惊醒,她一看女友怎么浑身是血,就赶紧扶着到起居室的沙发上。 由于被震惊过于紧张,还打破了一个茶杯,刺片崩起划伤了额头,脱下衣物,打算清理安琪拉的伤口,但被密密麻麻的伤情吓坏,觉得家里常备药物应该不顶用,随即便拨通了医生的电话,凯文皱着眉头,听完男主人曼恩的叙述。 目光警惕地扫过沙发四周的血衣碎片,牛仔短靴跟内衣裤,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此时医生正好急救完毕,凝重地摇了摇头,表示人已经死亡,没有半分生命体征,曼恩有一瞬间的恍惚,捂着脸放声大哭,医生拍了拍曼恩的肩膀表达安慰,之后凯文开始检查现场,第一个疑点就涌现出来。 按曼恩所说,安琪拉是在外面被野狗袭击并爬回家,那么血迹应该自门口一直延续到床和沙发附近,但为何过道里干干净净,只有屋子里遍布鲜血,并且女子浑身伤口达180多处。 大多集中在四肢,就算要脱衣服做简单处理,只需除去衬衣跟外裤,怎么连内裤都脱掉? 曼恩不是表示,一看女友受伤就惊慌失措,为何还有心情把女友拖得精光,再打电话求救,一点隐私体面都不给保留,这完全不符合展现出的深情,且担忧的好男人形象,除非这一切是表演出来给医生和警员看的。 推测出这个结论,凯文本人都吓了一跳,从业本能认为此案不简单,赶紧用无线电话打给刑事侦探塔莲诺和里斯,你们会对这件案子感兴趣,是条狗干的。 女侦探塔莲诺从仅三十余年从未遇见过狗咬死人的案子,她立即联系里斯,一起赶赴现场,凯文则继续扫视曼恩家,一抬头发现墙上挂着副装针精美的照片,主人公是条威风凛凛的杂交大狗,通过询问得知,上面这条狗是曼恩与女受害者安琪拉所养,目前就在阁楼里关着,凯文觉得诧异。 安琪拉作为曼恩的同居女友,两人一起饲养了条身量不小的大狗,应该很有养狗经验,怎么还会将一条野狗激怒到攻击人的发狂状态,冷眼盯了曼恩片刻。 让随行警察给当地全场打电话,派一位技术员来协助破案,并让巡警送曼恩到医院清理头上的伤口,曼恩跟着巡警就要出门,突然想到什么,匆忙回头交代凯文,别伤着我的狗。 不久,塔莲诺跟李斯两位侦探抵达现场,二话没说开始检查,发现起居士到对面上锁房屋的地板上有大量血印,另有一扇门也通往锁着的屋子,屋里有一张全是血的床,起居士到厨房和浴室的地板上也有血印,印子的尽头是阁楼,刚打开个门缝,大狗就狂叫着扑了过来。 李斯赶紧把门关上,阁楼里大狗凶狠的狂叫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心惊胆战,恰好全场的技术员带着工具来到现场,拿出套杆,准备进阁楼补狗,谁料大狗的癫狂让技术员都招架不住,心有余悸的让李斯侦探拿着枪一块进屋以防万一,技术员再次进阁楼,大狗立刻亮出獠牙,咆哮着冲了过来。 通过巧劲用套杆将其捕获,但大狗的冲击力道把铁套杆都撞得剧烈抖动,狗嘴瞬间有鲜血涌了出来,能看出这条重达四十多公斤的大狗是已要将人咬到死伤的尽头在发力,如此野性的狗能作为宠物来养这么久,颇有点不合情理。 塔莲诺跟李斯侦探勘察完现场后,一致认为曼恩并没有说实话,而且家中那条狗极其有可能是凶手,因此警探决定将曼恩带回警局, 进行调查询问,记者得知此案后,采访塔莲诺,由于案情尚未明晰,他只说,我见过各种刑事案,但从未见过这样惨烈的。 随着曼恩被调查,案件开始正式侦破阶段,到底死者安琪拉到底是意外伤亡,还是被蓄意谋杀呢? 警局里,警探他们轮番对有嫌疑的丈夫曼恩进行调查询问,他们不厌其烦地核对安琪拉被袭击的细节,以及曼恩头上的伤口,疑惑为何茶杯碎片不仅出现在沙发周围, 连床跟前也有,此时曼恩感到焦躁不安,于是忍不住质问警员,你认为是我的狗干的,你为什么要为你的狗开脱呢? 警员立刻回问,毕竟按常理来说,女友被大狗咬死是事实。 家里又有一条看起来凶狠的杂交犬,身两足以够的上行凶,为何曼恩不光一点不怀疑,还犹如逆琳一般,说起狗就冒火,曼恩回对警员,你们没有证据指控我。 接着,一副看你们能拿我怎么办的姿态,再不表露半点情绪,对被狗咬死的女友没有丝毫关心,警员再三询问,不出有用信息,忍不住讥讽道,你关心你的狗,好像甚于关心女友。 曼恩只是回忆冷眼,再没说话,真如曼恩所料,警局没有证据指控他是杀人凶手,无权继续进行关押。 上午就将其释放,两位侦探着手厘清案件细节,塔莲诺突然想起沙发跟前有一张死者与这条家养大狗的合照,一人一狗十分亲密地搂在一起,完全跟在现场所见的凶狠模样截然不同,而且背面还清楚地写着我和我的保镖,他猜想案发现场的那条杂交大狗是凶手,但联想起对大型犬的了解。 这种狗是生性好斗,从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疑点重重,哪怕本可以就暗狗袭击人来顺理结案,这也是曼恩所期待的结果,但可怜的女主人被撕咬致死的凄惨场面却在其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于是,他想尽力给安琪拉一个公道,如果真是人为不能让其不明不白地冤死,就在案情一筹莫展之际,他与杂交大狗的兽医取得联系。 书医表示,这条叫马克的杂交大狗,其实是条好狗,提醒塔莲诺不要仓促结案,认为马克不是杀人真凶。 给他治疗嘴上的伤口时,狗都十分温讯乖巧,随后,死者的尸体解剖结果出来,安琪拉确实是因受到180多处袭击失血过多死亡,但体内有残存的大麻和安定剂。 法医认为,正是这些药物,导致死者的双臂没有防御性伤痕,这就说明,安琪拉甚至是在清醒的状态被撕咬,四肢无力,半分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案发时候的场景是这样,原本温顺的杂交大狗,咆哮着像熟睡的安琪拉冲了过去,用锋利的牙齿一次次撕咬她的手臂,钻心的疼痛感让安琪拉痛醒后又痛昏过去。 想到这里,塔莲诺不禁背后发凉,想象不到是怎样的怨毒,才能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可推断没有意义,需要切实的证据才能让躲在杂交大狗背后的真凶伏法。 塔莲诺联系到研究动物行为的女专家,拜托她对马克进行全面检查,结论为,马克是一条情绪极其稳定且容易控制的大狗,也就是说他其实很温顺,绝无可能莫名袭击人类,只会是受到训练才发动攻击。 塔莲诺接着找到华盛顿专门研究狗袭击人类的专家,得知美国是有狗袭击人致死的事件,可遇难者都只有一处致命伤,产名狗的攻击特性是指出记忆次,目标为人类脆弱的喉咙或头骨等部位,不会撕咬出180多处伤口。 随着两位专家在华盛顿当面讨论此案,一致认为马克的连续攻击不是自发行为,绝对有人在现场不停下达攻击指令,真凶显而易见,最有可能是丈夫曼恩,可法官跟警局人员却对此案持悲观态度,因为没有扎实的证据,指控大有可能被驳回,哪怕开庭审理,胜诉的几率也不高。 塔莲诺决定,暗点击破曼恩的谎言,首先就从袭击安琪拉的是一条野外大狗入手,塔莲诺先请牙医拍摄安琪拉身上的咬痕,再拿一块马肉让狗留下齿印,两相比对,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证明死者不是有野外的狗咬死,而是被家养的杂交大狗马克袭击致死,接着在突破是否下达命令的人是曼恩这个关键点,当时研究动物行为的专家给塔莲诺一个重要信息, 加利福尼亚州正在举办狗攻击行为的研讨会,会上塔莲诺遇到一位退休警官。 大致了解来以后,老道的退休警官指点他应该去俄亥俄州的阿姆赫斯特寻找一位专门训练攻击型狗的专业人士,曾给警方训练过多年的警犬,塔莲诺赶紧登门拜访,专家热情接待,对于如果马克平时很喜欢安琪拉,为何会攻击并将其咬死? 这个问题,专家给出了一些解释,他表示,狗没有是非观,完全凭借本能行事,狗中有头狗,就像狼群里有头狼,头狗能控制其余狗的行为,接着将塔莲诺领到后院,院子里有一条威风的黑色拉布拉多犬,并高声呼唤自己的小儿子,孩子跟狗差不多高,刚一进院,专家就对狗下达抓住了指令,狗蹭一下就过去咬住孩子的手臂, 竟带下一个指示,专家接着解释,头狗不仅可以指挥发动攻击,也能随时命令其停止,随即对狗下达停止指令,狗立刻松开孩子的胳膊,摇着头脉萌让小主人来揉 塔莲诺彻底看懂了,曼安也如此,他可以用口令操纵马克进攻,同样能让其撒嘴,可从安琪拉的伤口来看,曼安是冲着要了他的命去的,最后就是剩下如何证明杂交大狗马克是否接受过攻击性训练,塔莲诺请来训犬专家一同前往,马克被带到一片开阔且装有隔离网的草地,专家先跟马克套了一会近乎,马克表现得十分温顺,可当看见专家装备的训犬专用长袖子以后, 整只狗就不对劲了,低吼着跃起死死咬住袖子,懵懂得抬头不知所措,好似在等待什么 专家摸了摸马克的头,带气平静下来,缓缓将袖子抽离,结论显而易见,马克是经过训练才成为的攻击型狗,因不知训练者给他的攻击指令是什么,所以马克一直并未进攻,塔莲诺查明了一些疑点后,训狗杀人案即将开庭审理,曼安也请来律师做辩护,那最终结果如何呢,训狗杀人案结果 1999年11月,曼安以被告身份,受到故意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指控,证据罗列在眼前,曼安承认安齐拉是由马克袭击致死,但矢口否认指使者是自己 辩解未及时送安齐拉去医院,曼安表示,是因为他本人说不愿意去,无奈才给医生打电话求助,曼安如此狡辩,死无对证,认谁也无法拆穿真伪,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之后,曼安律师又为其辩护,马克攻击死者是因为某种不可预料的事件所刺激,曼安随即灵机移动,也接话解释,当时俩人发生争吵 安齐拉用杯子砸烂自己的头,马克受到刺激,所以发动攻击,法庭工作人员将马克牵进法庭 对谁他放了一段打斗的录像,马克毫无反应,但画面一切转为训狗录像 马克立刻端坐,吼叫着扑向电视,如此,马克也算是用行为拆穿了曼安的谎话,只是曼安并未就此放弃狡辩 他又提出,是安齐拉癫痫发作刺激了马克,也来发狂撕咬 塔莲诺拿出那张亲密合照,指出安齐拉也曾发作过癫痫,但马克并未攻击 几轮回合下来,曼安的谎言被一一拆穿,但却依旧没有实际证据证明 是他所下指令,1999年11月23日,经过长达三周的审理,曼安被裁定有罪 判处入狱15年,不是杀人罪,随着案情的公布,被当作利用工具的杂交犬 马克受到大家的同情,纷纷写信要收养他,声称要给这条可怜的狗狗一个温馨的家 但曼安咬死不说训练进攻的指令,因为一旦说出,就完完全全坐实了自己训狗杀人的证据 不能再以任由被害人死亡罪名,仅受到15年的判决 警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心疼马克即将面对的安乐死结局 可却无计可施,毕竟进攻指令是个谜,着实是一个巨大隐患 谁知道哪个手势,就戳中进攻指令,遭到马克的撕咬,案件审理完毕的隔天 塔莲诺和同事买来痛苦最小的毒药,亲眼看着马克慢慢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 忠心的马克到死都不明白,一直视为主人的曼恩,为何会下令让自己咬死疼爱他的安琪拉 更是为了保命,毫不犹豫就让马克去死,看来狗真的好狗,人却不一定是人,案件调查这么久 最终却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让人感到心酸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